我們今次在東非精選了三個瓦 這三個瓦就是 讚比亞、坦桑尼亞和狠瓦 第一個國家就是讚比亞 我們玩甚麼東西呢 就是玩這個大自然的風景 去看維多利亞瀑布 再在瀑布頂的Devil's Pool入水 這個泳池叫做全世界最危險的一個泳池 我們第二站會去坦桑尼亞 走訪不同的國家公園 看各類型的珍禽二壽 我們晚上還會住宿不同的地方 包括最原始的營地 和最豪華的度假村都有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肯瓦 坐小型飛機去Marsamara 跟大部分朋友去這個國家公園 看動物大廁所是不一樣的 我們今次是住在私人的保護區裡面 除此之外 我們都會深入去馬賽人的村莊和市集裡 了解一下當地人的文化 終於到第一站了 Livingstone 看看這個機場 多新鮮 這裡已經是我們第一個國家 Zambia 想不到這麼乾淨 我已經看到 看到我們的名字了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Good, Good Welcome to Livingstone Thank you We are saving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站在這個後面寫的字 就是Post Office Hospital Outwork Supermarket 全部都是英文來的 不像是非洲 因為這個地方曾經被英國殖民過 所以他們到現在 他們自己方言有73種 不過是不能寫出來的 OK 所以他們現在唯一一種語言 統一走這個國家的 就是英文 所以你看到所有招牌、路牌、 普通名字 全部都是英文的 全部都沒有當地語言的 感覺好像去了英國 去了美國的英語國家一樣 所以我們懂英文來的 都很方便 因為這裡全部都是英文字 沒有他們的本地語言 我自己玩旅行 真的很少住這麼高級的酒店 這些酒店可以這麼近地看著瀑布 下面有一個草原 這些酒店真是很離地的感覺 對我來說 我還是背著背包 拿膠袋 帶著衣服的玩法 第一天起床的時候 走出去酒店的時候 竟然看到很多動物 在這裡走來走去 即是你平時下樓 你見到斑馬線 你就看到而已 你下樓真的看到斑馬 你就感覺到 原來自己真的在非洲 這裏就是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 Victoria Falls 大家看到藍色這一片是上游 對岸就是津巴布圍 這裏就是讚比亞 這裏就是整個フォ斯 這裏是小島 這裏是小島 最遠的地方 就是我們想去游泳的地方 這裏叫做Livingstone Island 從這裏過去都1.2公里 才去到小島 後面就是一個全世界最危險的游泳池 就是在上游 下游這邊 你見到 好像九曲十三灣的地形 是什麼呢 這邊就是下游 下游上面有一隻很漂亮的橋 不過這個模型不是很漂亮的 真實這個橋很漂亮的 一個拱形的橋 是全世界曾經是最高的一座橋來的 是一百年前 是英國人建的 在英國造出來的橋 來到這裏才會陷入的 很漂亮的一座橋 一會兒我們會看到這座橋 這座橋上面還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做風之針 玩很多遊戲 就是這座橋那裏 是一座橋那裏 因為我在雨季的時候 去過這個Iguazu和尼加拉瓜 那些真的是大水來的 傾盆大水來的 那這個感覺有點像小便的感覺 一條 然後你看了很遠 找到第二條 是數得清楚那幾條 那是勾在這裏的 水 始終是乾貴了 這裏水量不夠了 所以昨天那個司機 都說了給我們聽是對的 現在這個時候 這裏就不是Victoria Falls 是Victoria Rocks 你大片的面積 全部都是見到石頭的 是見不到水的 尺寸 在葉子裡 下身 有檢查 它們能夠更多 然後增加 家人的布置 而下身 又不夠了 你看她現在的 他們都可以靠水吃水的 一定找到一些方法出來 找到一個叫魔鬼泳池的地方 他們都頗厲害的 也有一些無本生意 因為你想想 他們會帶我們走進魔鬼泳池 走那條路都頗辛苦的 都走了九個字 導遊說要穿鞋子 我們倆就很不懂得死 穿鞋子,濕了鞋子 用不了,穿拖鞋就行了 怎麼知道呢? 穿拖鞋的時候 發現原來要走石頭 要踩水桶 我們倆人只是穿拖鞋的 我們去維多利亞的湖泊泳池 我們去示範一下日子拖鞋的技巧 簡直是步步驚心 竟然沒有衝走過拖鞋 這條路是頗辛苦走的 加上我們穿了拖鞋 走得很辛苦 走到那條路 落到那個魔鬼泳池就覺得很值得 因為是挺刺激的 那條路是頗小的 我們一行大概十個人 十二個人 一次過浸在池裡 其實你已經沒有多少空間了 池邊有些石頭 你可以坐在那裡 如果你再要坐得高一點 或者靠後一點 你就會可以衝走 大家看看 這裡下去 它掛了引地洋線 我們衝走到這裡 引到洋 是很刺激的 無愧於這個名字 全世界最危險的一個瀑布 這裡大家看看 什麼效果 還高過RFC 絕對自殺行為 全體都驗不動 這條橋 這個火車 我們看到這條火車 就由津巴布位去鎮比亞 我身後面就是鎮比亞 前面就是津巴布位 我們經常撈亂 鎮比亞很有錢的國家 反而津巴布位很窮 剛才你見到 運薯仔 蕃茄 運到津巴布位 這條橋業 都是他們現在 兩個非洲國家的身材工具 賺比亞一半 津巴布位一半 我們就沒有進去津巴布位那邊 津巴布位現在都是一個 獨裁國家 它已經沒有了自己的貨幣 它現在用美金 那些十國靈在後面 都是變成了一個笑話 不知道是否指責過的陰詩字 但是它做得很仔細 有水印 有簽名 它現在不用了 不過它們國家 通貨膨脹得太厲害 現在這個國家 已經用美金 和南非的錢 它沒有自己的錢 這些變成遊客的紀念幣 哇 我去買起一個國家 沒有買起一家屋 我現在跟他說十皮 他要十五皮 我現在跟他說十皮 美金 橫裏都是廢紙 大家都可以做這個億萬富豪 10 給我15 這個價錢 很好的價錢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 不不不 這2元 我可以給你10 我覺得是很好的價錢 因為我朋友在昨天買 他們只付5$ 可以做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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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使用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 OK 好 好的 土國人價 最後好像用了 11元還是12元美金 買了一大堆 拿回去做幾年 這就是真實的錢 這不是真實的錢 你看 雖然我現在有幾千億在手 這是廢紙 廢紙 這是廢紙 這是堅錢 這些真的可以用 不可以的 例如我一直都很想 是跳阿斌注針 看到那條橋 有人跳 然後我看上去 百多米 開始有些牛仔 然後我就跟學明生說 不如我們玩swing 或者玩slide 節省一點 拍出來的東西 又好看 怎料被姐姐笑 兩條馬路 去玩slide 這些小朋友玩的 好了 我可以swing 那我跟學生說 swing嗎 那你自己swing吧 很多人在這兒看著 我走過去 站在這兒的時候 我的屁股 是很自然地向後 雙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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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站起來 對,站起來 有一個L的樣子站在這裡 但後面有兩個人 還在一起 1、2、 Swing 哇 好像被人扔掉樓的樣子 不過這樣看風景,真是另有番知名 在我身後有萬壽之王開餐 你看到他們很滋滋油油的 這兩隻都是武士來的 他們剛合作,捉了一隻斑馬回來 斑馬的重量和武士的重量差不多 大家只有200公斤 武士最盡吃到自己重量的四分之一 即他可以吃到50kg的食物綠土 所以吃幾個小時 不過他就不會浪費任何食物大自然 因為在後面你會看到 有兩隻野狗在等著開餐 他們很有耐性 因為他們是第二輪的食客 即是頭一輪的食客吃完之後 他就等五、六個小時才到他吃 還未完 還有第三輪的食客在等著 是什麼呢?就是那些兔鷹 兔鷹在空中周圍盤船 去看看哪裏有附庸 他們現在一大堆在等著開餐 因為這些是新鮮肉 比腐肉更好 他們是第三輪的食客 所以食物永遠不會浪費 連骨頭也會消化 那些人經常說 獅子很餓 Lion Face 哇 這些Lion Face 但我們看到獅子 全部都好像 那些小狗小貓 但因為他們吃飽了 他們半夜已經獵殺了一隻斑馬 三、四隻獅子都吃到飽了 吃飽了一頓其實可以七天 都不用很急需要去捕獵 那他們就慢慢享受這七天的日光肉 我們今晚住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Tarrantjury 這個國家公園裡面開的 最新的一間帳篷酒店 開了一百天 即是三個月左右 你聽到外面為什麼這麼吵 外面是有一隻大笨匠 在這裡吃著樹皮 還有一堆咸聲 很多動物 因為這是一條河邊 Tarrantjury的河邊 很多動物在這裡出門 當然我們不可以用燈 射著大笨匠 可能一會踩過來 頂就不住 床就很正常了 比較有趣的地方 我們來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廁所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廁所 就像木桶一樣的 你去完之後 在這裡按 這個水源很珍貴 按一點水 然後你要拉這個 就等自己的大小便下去 就放在桶裡面 有人幫你清理 最特別就是這個設備 Yes! One moment! 為什麼在滴水呢? 因為這個是全世界很多 嘩! 滴水 全世界第一個 鮮烘的 鮮烘的 鮮烘工 我們要鮮烘工 我們要鮮烘工 就需要通知 用鮮烘工 沒有熱水制 用鮮烘工 我要鮮烘工 然後有人會幫你煮水 鮮烘工後面 其實有工作人員 鮮烘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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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準備好了 有人就通知你 像剛才那樣 你行沒有? 我們已經煮好了 快點你來泡 我們出入的時候 一定要通知鮮烘工 每個鮮烘工 都有兩個工作人員 一個負責幫你 煮水 工作一下 一個負責帶你走到大堂 雖然這些鮮烘工是臨時搭的 但其實 他們的鮮烘工後 他們都很豪華,早上要幾點起床就有人放下 6點就放下咖啡,你可以在這裡看看日出 一打開門,一出了一個營,就已經是一個大自然了 這些就是我喜歡的野外生活 而終於在坦桑尼亞我可以找到 希望接下來幾天都可以多見這些原始大自然的生活 我們去了一個地方,就是一個火山口 就叫做Anglo Anglo 為什麼名字這麼有趣呢? 就是因為以前有人在這裡放牧的時候 那些鈴鈴的聲音,牛鈴鈴的聲音 這個地方有很多動物 跟我們再前兩天看的國家公園最不同 是地形很不一樣 它就像煎柄一樣,平底鍋 它是一個火山圈圍住了中間一個盆地 中間的盆地都不小 都以百多平方公里 上面住了三萬多隻動物 由於有一個天然的火山圈圍住它們的關係 外面的動物又不能進來,它們又不能進去 你當是一個天然的動物園 它們在這裡置成一角 自己在這裡進行一個完整的Ecosystem的演化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獨立的Ede園 這樣看吧 因為基本上這裡是沒有掃到破壞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裡的動物和外面的動物不一樣 它們不怕人的 這就是人類發明了工具 去大規模地捕殺動物之前 大家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都是這個動物世界的一員 大家一起享受共有的資源 我們不會過分地魔術它們的資源 所以其實我們見到 這次見到國馬、巴馬、大份將那些 我們走得很近,它們都不會走開 我當然希望一路都是這樣 身體很平衡地生活下去 它們現在展現出來 就是五千年之前 就是人類社會之前 一個很原始的狀態 大家留意一下 在我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大份象 有六噸幾重 我們平時見到大象很少這麼大的 而它的象牙你看到這麼長的話 我們倒來估計它已經有六十多歲了 是因為這裡很少偷裂者可以進來 這裡是一個火山口 一圈保護著這個地方 護林園很容易看到 有沒有偷裂者可以進來 因為我們路途中間見到的大象 通常象牙會短很多 還有有些是沒有象牙 它已經六十多年 都沒有被人偷裂到 是很難得的 我們當然希望它 我們一直可以在這裡 安享晚年 就沒有被人打架 讓我們看看 為何我們要在車內吃東西呢 你叫我不停看動物呢 即使是很喜歡的大份象 也好 看到第十個象群的時候 你是有少少累的 你會覺得 都差不多了 可以換一換口味 就去了一個馬賽的村裡 馬賽人的村 這裡他們不種植 他們不農耕 你看到 他們只是養牛和羊 他們只是喝牛血 吃羊肉 吃牛肉 而且他們穿的衣服 很有特色 很鮮色 你看到一定是紅色為主 為甚麼呢 原來他們有一個傳說 如果你穿的很暗色的衣服 這件不算很暗 黑色的衣服 即是差力 想要偷別人的羊 偷別人的牛 你才穿黑色 因為他們的財產 是牛和羊 你穿的這麼紅的衣服 很遠已經見到你了 證明你是有光明正大的君子 所以他們一定穿 男人穿鮮色的紅色衣服 女人穿甚麼呢 穿藍色和紫色的衣服 都是很鮮色的 他們沒有黑面膜灰色的衣服 所以很容易認到馬賽人 馬賽全都是女士建屋 男人負責放羊 這間屋是旁邊的美女建的 用甚麼建呢 就是牛屎 牛屎有很多好處 冬暖夏涼 又遮到太陽 就地取材不用付錢 而且很耐用 我身處這個地方 就是馬賽人的家 牛屎建了一個 好像儲物間的東西 下面就是木柴 最下面是水桶 這裡就是沙巴欖餐 上面這一層 還有一些杯子 水壺那些東西 然後在中間 通常都是的 就是煮飯的地方 現在正在煲湯 這個就是豆湯 它正在煮 其實睡房只是一張睡床 很簡單 有幾張瘦皮 因為馬賽人會打野獸回來 鋪了在這裡 全家人就躺在這裡 雖然很小 不過很溫馨的一個睡房 雖然這些牆是牛屎做的 不過都是有一些裝備在這裡 你看到有窗 很有心機 全部人數都做出來 然後用樹枝搭了頂 頂也挺高的 方便去油煙 因為它自動在這裡 煮飯全部都在這裡 因為我們來到的關係 因為整條村的村民 就把他們的手工藝品 紀念品拿出來 為了我們而開的 這個市集 我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剛才來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市集的 我們來了之後 你看現在十分鐘 放了這個市集出來 這樣豆湯跟我們說 就是買少許東西 只有一個人在這裡 圍了一圈的售負員 整村人在這裡招呼我 買了這個波子 這麼大的波子 現在十元美金 就是他們自己做的 掛了一些豬鏈 這個比較特色一點 我覺得 沙漠上面那些 很細小粒的Beatles 他就找到一些動物的糞便之後 他將它滾滾滾滾滾滾滾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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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麼大 然後它在裡面就會產紫 產一些卵出來 由於很乾的關係 表面越來越光滑 如果是一些族人 這個是馬賽人找到的 他們其實在整個非洲 他們很喜歡聖甲蟲 特別是在埃及 聖甲蟲 它在三個裡面滾出來 代表太陽升起的關係 其實他們當它是聖物 就是這個相當於太陽 你知道它的成分是一坨屎 其實因為很乾的關係 可能乾了已經是很多年的關係 一點燃味都沒有 平平鹹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 整個行程的三站 就是去看動物大鮮洗 Maisamara 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現在只有包機去那裡 我們都要豪一次 要包押一架飛機 就去Maisamara 就是全世界最出名的 動物大鮮洗的地方 很震撼的 你一下飛機 歡迎你那些不是人 是幾十隻野生動物 在這裡歡迎你 你感覺就突然間 你好像去錯了一個時空 去了一個動物世界 已經遠離人類的世界 導遊來接我們 就跟我們說 駕駛一小時的Game Drive 就會去到我們住的地方 一邊駕駛的時候 一邊說 這隻是角馬 那隻是斑馬 我們兩個都沒有心機聽 其實要看的動物都看完 我們直接跟導遊說 其實我們只是欠花炮、獵炮 和西牛未看 然後導遊說 是嗎?原來你未看嗎? 我帶你去看 剛剛出來的時候 看到有兩隻獵炮 然後我們就很精神 我們可以駕駛到很近距離 看到他們的神態 然後我就跟導遊說 不如我們拿一杯咖啡出來喝一下 享受一下這個這麼遊閒的下午 沒有人想到一下飛機 就已經看到想看的動物了 看到真的很開心 因為牠的樣子 完全跟出道 或者牠的暴裂 那些凶狠的樣子 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特別喜歡貓的人 會很開心 其實牠像一隻大貓 有點像寵物的感覺 因為皮的顏色很漂亮 炮紋也很漂亮 加著牠很溫馴 坐在樹冊下面 吃得很飽 你更加覺得牠像一隻大貓 不像這麼凶狠的Predita 見了這個已經很開心了 現在剩下最後的一個大型的獵食動物 沒見過 就是巴袍 不過很難看到 我希望會看到 大家看到我們在這裡刀圈做什麼 今早很早出來 因為有人發現這裡 有一隻很難找到的 最難找到的動物 現在是最罕的一個動物 就是巴袍 昨天我們已經看到獵豹 全世界跑得最快的動物 不過獵豹比較開放 牠會坐在這裡慢慢給點欣賞 巴袍的性格很不一樣 雖然大家都要跑 巴袍是隱事 巴袍最喜歡躲起來 天晚上都躲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繞圈 繞了半個小時都未見到 不過這是很大機會會見到 因為一小時之前 有人在這裡看到 有一隻花炮在這裡出現了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一直繞 繞到一小時都繞 直到看到這個 最美最美的花炮來自 我們在車上 登來登去 穿的石子 穿的河 穿得很厲害 希望可以在草叢中 找到牠的蹤影 差不多找了一個多小時 都不太覺眼 有一點想放棄的感覺 還找不找呢 但是看到牠的動物 都看得七七八八了 是差這隻 我們決定進去 導遊很堅持 說這個附近是牠們的地盤 一定會在這裡出現 我想一定在這裡出現 大家努力點看 我看到一隻貓 牠的尾巴是白色的 然後我就問 是否這隻 因為我們的距離很遠 牠小得像一隻貓型 其實牠很大隻 是否這隻 導遊說是 然後我們馬上開車 衝進去 在樹叢中間 阿明熙看到一點花袍的影子 兩秒鐘之後 牠就已經不見了 我們現在再找牠 已經位置到牠了 牠一定在這個樹叢裡躲起來 不過牠真的很神出舉目 因為牠身上的斑紋 跟太陽射下來的樹影是很接近 如果牠不動的話 基本上你是很難看到牠的 一定要等牠握個頭出來看看 才可以看到牠的蹤影 那我們就駕到很近很近 但我們知道牠應該是很餓的 我們就在這裡保護著牠 等牠走出來 終於等到牠真的離開草叢了 那牠就在平原走 一走過來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 羚羊、角馬 所有動物 好像紅海一樣分開了 完全是感覺到牠 是一種捕獵的態度地走出來 這個花袍通常是晚上來吃 我想這隻花袍太餓了 約到出來來吃 最搞笑的是牠到處找到食物 很多車旺旺在後 跟著牠吊著牠尾 因為花袍太難看到了 我讀到就說 他說牠上次看到花袍 已經是兩個星期前了 最後我們很幸運 看到牠捉到Jaco寶寶 看著牠擔著那隻狼狗 接著牠們的父母就開始尖叫 想趕走牠們 但是那隻花袍就沒有馬上吃狼狗 就把牠放在草叢裡 然後就不理那兩隻狼狗父母 爬爬上樹 然後到人說那隻小狗 真的不夠牠吃 牠打算再爬上樹 看看有甚麼大的獵物 如果獵到牠 牠就不會吃那隻小狗 我們就在樹底下 看著牠的皇者風範 那種霸氣 其實在車上都感受得到 看完花袍之後 我們還去了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一個馬賽的市場 因為市場 永遠比文化村好看 因為市場的東西討厭很多 文化村的東西 你可以說是做出來給遊客看的 全部都是戲子來的 所以其實有得選擇一定去市場 不去文化村 我們香港有棋子交易所 股票交易所 黃金交易所都有 馬賽有甚麼呢 有牛交易所 和羊的交易所 牛那邊就冷清少少 只有幾隻牛而已 羊這邊的交途很旺盛 入場交易就給60元 我問過了 60元為美金 一元都不用 8元左右 你可以進去買或買 至於買賣成交 就完全是大家互相商量 最小的羊一隻 2000元 20多元左右 如果大隻那些 即是你看到已經成年了 很大隻那些 最貴的那些 去到6000元 即回到美金 80元左右 就很大隻的 買完了之後 自己拉著羊 就趕回家了 這個市場是很特別的 逢星期四才開 我們這麼幸運 來到那天又遇到星期四 其實氣氛是很好的 很吵 好像大家很久沒見 一個星期大家聚一聚 聊一聊 你買甚麼我買甚麼 而且他們穿的服飾是很鮮 所以整個市場 雖然是沙塵滾滾 但是他們紅色 黃色 綠色 藍色 穿得很鋼線 真的出來社交聚會 這樣的感覺 這裡拍人照是一流的 因為你和真實的馬賽人拍的話 他們又不會外言相向 又不會攤大手帆 問你拿錢 不過我可以做少許功課 就是穿到我現在這一身這樣 穿上馬賽人的衣服 潛進去 扮成馬賽人的一份子的話 他們就沒有那麼介意的 然後拍照的時候要禮貌 看一看人才拍照 所以我在這裡可以拍到很多 很漂亮的民族的照片回來 直接買成了這些圈圈 這個全部豬仔穿這麼多 你看這麼多功夫 這個又一萬元他們的錢 一萬元 一千零為美金 就是一百二十元美金左右 我覺得太貴了 結果呢 我就買了 我就買了這些 這些男生也可以戴的 粗的就是男裝 幼的就是女裝 就是為十元 十元美金一個 十元美金一個 這個就是肯亞的國旗 國旗的顏色 這裏有她的盾牌 25 25 25 這裏 我猜得太貴了 我猜得太貴了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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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越來越多人來為我了 所以趁著被人泡之前 我要閃了 否則走不了 好吧 玩了幾天Safari 今晚終於有一次試試夜晚出車 那為什麼他們經常叫這個 叫做Game Drive呢 因為 今早去看花豹的時候 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其實真的 看這些動物 野生動物 真的沒有人保證你一定看到的 有機會看到又機會看不到 好像今早這樣 如果我們不堅持繼續再玩下去 就可能真的輸了個遊戲 所以他們叫這個Game Drive 今晚終於有機會可以夜晚出動 夜晚出車 看看夜晚的動物世界到底是怎樣 其實Live Drive 我覺得和日頭最大的分別 就是一個神秘感 不同日頭 因為日頭很光 我們一眼看了 坐完上面有什麼東西 夜晚一刻 黑漆漆漆 什麼鬼都看不到 直到駕駛了一輪車 才看到紅燈 會點燃了一些 好像燈泡一樣 兩隻眼睛 在黑夜之中 感覺就像陳寶的遊戲 遊戲味更加重 有機會 来Marsamara可能大家都会对动物大千少有期望 其实真琴异术我们都看完了 但我们唯独是没有看到他们要过Marsar River 即是那些角马斑马过河的时候那片段 今年就很不幸 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看着的时间 打算十月他们都还在过河 但是今年的天气干燥那些草就枯黄得快了一点点 那他们早一个月就已经过河了 那基本上就没什么看 但是我们一场来到都还想去试一下运气 那我们今早就进去了国家公园 那在河边望 那他们过河有几个位置的 我们真是四围守沉 唯独使都只见到河马和肚满肥肥的鳄鱼 在一个月之前 有150万只角马在这里冲过河 他们冲的 因为有十多万只角马过河时 会被这些鳄鱼暴裂 它一年一度的开齋院就在这里吃 他们在这里暴裂很久就吃鳄鱼 现在吃到饱了太阳 他们很久都不用再吃东西了 因为我们突然听到很心急 就说有群斑马和国马想过河 我们立刻开车回到过河的地方 他们说平时这个过河 即旺季的时候 有四十几五十部车排在这里看的 那我们今天只有五六架车 那我们的位置就很好 那我们一去到的时候就见到一大堆斑马 慢慢慢慢从岸上走到河边 开始喝水 但大家都不动 你不动我都不动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们知道河里面是有鳄鱼的 他们在等什么呢 就是等到有什么时机 大家和有共识一起去 那这个理念就是说 大家一起冲下去的时候 鳄鱼咬到自己的机会率是会比较低一点的 一个冲下去的时候 然后后面就慢慢地冲 然后看到他们过到中间的时候 有些鳄鱼开始浮上来 然后就慢慢慢慢地追着一只斑马仔 那我在一边看着镜头的时候 一边看着观察一边看着 走快点啊 走快点啊 不要让它吃啊 不要让它吃啊 幸好几只斑马仔都走得掉 很快地近到河边 就立刻突然跳了上水 其实我真的站在斑马和角马那边 就是支持他们 希望他们平安可以过到河 最后全部过得到河 一只都没有被鳄鱼吃到 经过了这几天之后 开始明白到 它为什么要在Masamara 这个地方的北部 设立了8个私人保护区 南部就是它的国家公园 是因为国家公园出了很多问题 就是游客过多 私人保护区就不开放 国家公园这些给80元美金 大门打开 放多少人进去 它是没有限制的 最大分别就是 正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最大的一个私人保护区 只有12个营地 我们要给的费用都挺贵的 一点都不便宜的 要五百多元是美金起 一直到三千多元 美金都有 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在后面 一半是保育动物 另一半是帮助马赛人 这间学校和我们住的游客 有莫大的关系 其实它的住宿 在读书 基本上是免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游客那边 营养到的钱 会捐来这间学校 这些同学 就由最小的一年班开始 一直到 他们小学了8年的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住宿的 酒毒那些已经离开了 他只有两成是酒毒 其他八成都是住宿的 他们对我们很好奇 特别我一摸下身 他们对我的头发很好奇 这间班牌里面有很多英文字 其实他们都很勤力学英文 这些学生很开心 我自己一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你看他们一直在笑 一直在笑 我最感动的是高年班的同学 他们自己是自修 是很努力的 那些学生是没有开灯的 其实跟我小时候一样 完全靠自然光 那时已经是黄昏时候 那些光开始暗的时候 那些同学都很努力去读书 这个画面是很漂亮的 这个也是我觉得 是非洲之光的画面 其实非洲要改变现在的 贫穷的环境 或者是马赛人 要改变他们的命运 教育是唯一的途径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诊所 叫I-tong诊所 其实很开心看到这个诊所 刚才负责人带我走过一圈 感冒、咳嗽、伤风、大致、折身 的生兽子都是免费的 不过最令我震撼 就是说 走过整个诊所 最多的海报 都不是肺炎、伤风感冒 最多的海报 八成的海报 都是说HIV的问题 很爱已经很先进 但是都有差不多7%的国民 是感染了外滋病的 那我刚才就问他了 其实如果你接收了 那些病人会怎么样呢 其实他们现在在这里 所有给外滋病病人的药 是免费的 所以其实我挺开心 挺欣慰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洗的钱 其中有一部分 是来帮助村民 使他们抵抗了 这些外滋病的绝症 我们觉得洗的每一毫子 是用得其所 有得看 无得按 只能拍 只能看着 行中享受 这个臭症 因为一间房只有一个人免费 即是不能到我 只能他有得玩 这十多二十年去旅行 都是住惯了酒店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太习惯 就是分盈地 阿明 他说他很喜欢 这人真是 我觉得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是极之大自然的 其实我可以日常接受大自然 晚上我都需要四根牆 是稳定一点的 没有吹到发发声 还有没有让我感觉 有一只狮子会随时冲进来 他是害怕狮子不冲进来 他是打开窗帘 然后有很多风吹进来 他是代表另一个 是极端喜欢大自然的人 马上坐了这么多日车 终于有一天可以步驾走走路 走路 立即松弛一下 因为过多星期就立即退化 还有这样走法 可以近距离看动物 当然我们有个可戳实弹的 要不然是角马 那些荆养 走来走去都不会不怕 我们走步驾走的时候 有三大动物要避 第一个就是水牛 第二个就是河马 第三个就是大笨象 所以我们就打算在那边直走 谁知道看到一大堆水牛 打算冲过来 都不是打算看过来 那我们就只能摇下来走 这些蛆养 有多少 一个 只有几个 就是一个 七个 營地就在这里 大只狮子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住的地方 真是四围都有猛兽 法国岛私人保护区 和National Park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来得这里的司机加游 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全部都是属于这些12个Camp的人 所以他们可以off road 譬如我们看到狮子裂了这个impeller 它可以铁到近到5米 这就是闻到狮子的味道 和你听到它咬那个impeller 骨头的声音 真实感是很强烈 你在国家公园就未必做到 在我身后第一次真的看到西牛 这个是白西牛 整个Masamara只有两只白西牛 是极之罕有贫能绝种的动物 它这么大只要吃草 这么和平 为什么剩下这么少呢 当然关于它的国 这个就是人类暴杀它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来自于中国的需求 中国自古以来 觉得西牛角有医疗价值的一种真品 其实西牛有没有医疗价值呢 现在研究出来是零的 西牛角的成份 和我们现在的手指甲是一样的 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笨 就是我们要捕下这么多西牛 吃了自己的手指甲 这次我是第二次来东非 上一次就是来埃塞俄比亚 这次来看动物 也挺惊喜的 相比于我的预计 其实我操作怕闷 我带了很多书来看 其实到现在 我这书大部分是没什么时间看 只是看动物已经很多东西看了 我估计不到这么多东西看 就是我们很幸运 我们都见到我们想要的万寿 所以其实你说十几天 就是这么快了 现在眼前的美景 我觉得是最不舍得的时候 即直阳这个时候 始终是最代表非洲的景 特别是那棵核桓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音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